在开始下一个挑战项目之前 我特别想问一下 董卿评委和李昌玉评委 在你们看来 究竟挑战不可能的精神是什么 我认为使不可能而变为可能 这就是挑战不可能 董卿评委呢 勇敢 坚定 探索 突破自我 就是在挑战不可能 那么董卿评委 你愿不愿意接受节目组的挑战呢 其实前面都是在挖坑 现在坑挖好了 董卿评委您愿不愿意跳进来呢 怪不得我觉得 你前面问的有点怪怪的 那为什么你也问了李博士呢 总的有一个一起跳坑的呀 否则我只问你一个人 你一定会有所警觉 李博士是 李博士的牌手 我们俩已经并肩奋战了三年了 就是啊 但是每次在有人跳坑的时候 李博士都是很好 就是我去啊 这个挑战还是真的是专门为 董卿评委量身打造的 哇 量身打造的 听起来很高档哦 我的选择是 能 好 作为主持人来讲 我们有一个职业的基本能力 就是在短时间内的极致的记忆力 所以今天 给董卿评委设置的这第一个 小挑战 就是跟我们的即时记忆有关 请上道具 这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啊 这是董卿评委在 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主持春晚的照片的合集 最早的一张 2005年 12年前了 是吧 中国人说12年一个轮回 转了一番 最近的一张 2017年 所以在这个当中 24张照片 是这12年间 董卿评委在主持春晚的时候 留下的很多 珍贵的照片 2013年 他前面怎么有个小男孩啊 真贵的 对呀 那谁啊 我们俩没有这么 这样的一个身高差吧 节目组啊 不厚道 完全可以批一下 完全可以把我往上挪一点 这个技艺 我希望董卿把它抹去 我抹去没用 全国人民都记住了 是我想抹去 好 接下来 有请挑战评委董卿 进入挑战准备区 请董卿评委听挑战规则 现场共有24张照片 三位评委将用1到24 随机为这24张图片 边选边号 董卿评委将在三分钟内 记忆照片的内容和对应的边号 记忆完毕之后 三位评委随机选三个数字 看看董卿评委 是否能够立刻说出 这个号码对应的照片 以及这个照片的年份内容 三个里面你答对两个 就算挑战成功 接下来 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 你可以每张翻过来看 总共三分钟 如果你做好准备 我们就宣布挑战开始 我可以 好 我宣布 挑战开始 计时 180秒 这是董卿评委第一次作为挑战者 站在舞台上 在三分钟时间内 面对24张不同造型的图片 从未经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他 能够挑战成功吗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不能再记了 也没用 好 接下来 请三位评委随机 每个人说一个号 李博士先来 十六 十六 2014年 2014年 像百合花一样的 我最喜欢 2017年 什么颜色的服装 白色 跟谁在一起 一个人 好 好 好 董卿评委 非常厉害地在我们的提示下 集齐了第一张照片 接下来 宋洋评委 18号 2014年 2014年 因为2014年 邀请到了Sophie Masso 那年和刘欢老师 一起演唱玫瑰人生 还有那年是马年春晚 他又正好数马 就来到了春晚的现场 也很有意义 挑战已经成功 请问 董卿评委 你还继续挑战吗 因为还有一个数字 继续 其实已经不是为了挑战了 是为了回忆 为了回忆 我认最好 我就选最后三张 他没看过的 七号 十一号 六号嘛 对吧 我都没看过 那我就选个 五号好了 谢谢韩阳哥 五号是2015年 第一届春晚 啊 2005年 第一届春晚 你看 还真就这张错了 什么颜色的服装 红色 哇 啊呀 喜气啊 这是什么节目 大开场 大开场 从这个舌头的 这个位置上 应该是拜年了 给您拜年了 那个时候 那年因为是第一年 上春晚嘛 所以该去哪里 做服装都不知道 没有经验 到处去托朋友 打听说 哪里能做这种 长的喜庆的晚礼服 因为春晚需要 三到四身 不同的礼服 你看 其实你纪年份 画面 都只是一种帮助 真正让你 对这一年 印象最深的 或者对这个场景 印象最深 一定是背后的 很多的故事 事件 对 事件 所以每一幅图画的背后 珍藏的是我们生命中 最美好的记忆 也谢谢董卿 这二十四幅照片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一个主持人 十几年来 每一年 不能和家人过年 但是却给我们 和电视观众 留下了这么多 美好的记忆 谢谢 谢谢董卿评委 谢谢 谢谢小四 谢谢大家 谢谢 所以刚才给董卿评委 准备的这个小小的挑战 其实是一个 非常温暖的铺垫 因为稍后 我们要看到的 这个挑战 与刚才的挑战 非常的相似 但是 他又告诉我们的是 另外一个人生的故事 接下来掌声 请出我们的挑战者出场 来 会会少 姐姐 您好 你好 往中间来 大家好 我叫吴关仁 今年75岁了 来自海南 旁边这是谁呀 旁边这个 其实我的女儿 女儿 大家好 我叫吴燕 我老爸呢 听力不太好 即使带着助听器 也听不太清楚 再加上普通话不太好 所以我来给做个翻译 所以今天来挑战的是 你老爸是吗 对对对 挑战者是吴老 吴老看上去好像 和我们来的挑战者 都不太一样 对 我们来的挑战者 都是伸手矫健 吴老您挑战什么项目啊 我看上去是用数据来 记忆我的一生 用数字 来记忆老人的这一生 另外他也怕拦战者 另外他也怕拦累我们 他又想让自己呢 怎么样能够让记忆力变得更好 所以他就学习了一些记忆方法 在记的过程当中呢 他发现过去很多忘记的东西 都记回来了 他曾经记了 圆周率记了六千位 您还说他记忆力不好 就是学了这个方法了以后呢 才找回来了 所以那今天老父亲是要来背圆周率吗 请注意我刚才说 老先生稍后的挑战方式 和刚才董青面对的 会非常相似 因为老先生用数字 作为开启自己记忆宝库的一个钥匙 但是最终老先生要找到的宝藏 绝不是数字 他和那些记忆大师的目标 就是去背数字不一样 老先生是要靠数字 去找到那些画面和故事 和自己一生最温暖的经历 所以今天我们给 吴老带来了一项挑战 要让吴老在所有的观众面前 完成一次关于爱的 不可能的挑战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用掌声 见证吴老的挑战 首先我们为吴老上挑战道具 这面巨大的数字墙上 共有一百组 每组有十个数字 每组数字对应一张照片 以及该照片的关键词 这一百张照片 都是吴爷爷一生中 最难忘的记忆 接下来 请吴老听挑战规则 大屏幕上 一百个关键词 四位评委 每人随机选取 一个关键词 挑战者 根据关键词 爆出对应的十个数字 挑战助理找到这个数字的照片 若数字背后的关键词 与评委选择的那个一致 极为回答正确 四个关键词 答对三个 就算挑战成功 吴老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我宣布 挑战 开始 请吴老 进入挑战位 现在 一百个关键词 全部都在大屏幕上 每位评委 随机选择一个关键词 好 既然是一位老人家的挑战 我们就请四位评委中最年长的李博士 您先选一个 好 包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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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啊 来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包饺子 包饺子 主持人 挑战者已打替完毕 好 吴老写下了第一个十个数字的数字组 六三 六零零九 三四一七 六三六 零零九 三四一七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进行验证 首先挑战助理要从数字墙上 找到这个数字的编号 看看有没有这个数字 最下面一排 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纵行的最下面 好 董青评委已经找到了 确实存在这个数字 哇 你眼睛这么好 现在数字完全对上了 我们只需要看这个数字背后的关键词 是否是包饺子 请验证 回答正确 可以打正确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啊 包饺子 包饺子 所以女儿带她到她单位来实验这个包饺子的活动 所以女儿带她到她单位来实验这个包饺子的活动 那是哪一年啊 这个呢是1997年 挺早的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90年代全国各地很多人去海南创业 这个其实也是个时代背景 对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来自五股四海 公司老板一定是个北方人 对就把自己家乡的这个习俗也带到了海南 这是老爷子脑海当中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进行 还有三个数字在等待着古老 第二位 谁来选 我突然看到了粉丝 这个对老爷子来说到底是吃的粉丝 还是像孙杨的那个粉丝那样的粉丝 爷爷我选择的关键词是粉丝 今天想起来真是太难 在他的脑筋里面 有一个数字跟图片的结构 已经有几百张照片排在那里 每一个的数字也排在那里 只要一个数字 他就会联想那个照片 说出这个故事 我想问问吴爷爷年轻的时候 是做什么的 他以前当会计的 主持人挑战者已做到完毕 好 吴爷爷第二个数字 很快地就回忆了起来 而且写在了答题板上 您再把这个数字也给我们读一下吧 人 二 像 六 七 八 雷 六 六 五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进行验证 首先在数字墙上寻找一下 主持人挑战者答题数字组已找到 0236 480 665 接下来就要看数字背后的关键词 是否是粉丝 请验证 粉丝 爷爷 说说您的粉丝 这个粉丝是我的外甥女 他对我是这个研究力 六千位 他很恢复 我这么老了 还能够记住这么多数字 所以他感到很恢复我 所以他是您的粉丝 好 挑战进行到现在 已经正确两个了 按照规则 只要再对一个挑战就成功了 有有有有吗 就选游泳吧 游泳 老人家海南人 经常绕岛游 你们习惯是海南吗 对对对 土生土长的海口人 对 是的 海南哪里啊 我老家是万灵的 万灵 对对对 主持人 挑战者已作答完毕 哎呦 哎 状态越来越好 吴爷爷 您把这个数页 给我们报一下 九八 四八八二 四人一二 来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为我们验证答案 第一号 对 第三张 九八四八八二 四零一二 数字正确 接下来 挑战能否成功 就看这翻出来的关键词 是不是有永勤验证 我宣布 顾爷爷 挑战成功 好棒 哦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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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故事您也给大家讲讲吧 游泳 这张片子 我小孙子 今年暑假 学习游泳 而我 也是很喜欢游泳的 但是我是在 外面 海洋后面长大的 所以这种人游泳很兴趣 直到 我孙子 学会了游泳 我很高兴 小春节 香港游泳 前几年 好了 好多 英多大岁数了 开始学游泳 八岁 八岁 在河边海边 长大的孩子 很少说不会游泳 老人家从八岁游到现在七十五 你也得奔着那个游啊 搞不好到你七十五岁的时候 可能有老年奥运会 或者奥运会会有老年 老爷子现在还能记住 那么多圆周率的数字吗 基本上百分之九十 都还在他脑子里面的 哇 他是用什么方法记的 你说他 他的方法 我也要学习学习 比如说他记圆周率六千位 他把每四位分为一组 那六千的话 除以四就是一千五百组嘛 他找了一千个人 以及五百个 去过的地方 或者说家里面摆设的一些物品 找了一千五百个 每一组数字后面 都代表他人生中的一段 笔记 他这六千位的笔记很长 差不多有四五米 我也有带来他这个笔记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好啊 上来的就是当时 老先生记圆周率的时候 做的笔记 就是把各种名字写下来 对对 认识不认识的 全部都写在上面 这是一个真正现代版的 爱的亲命上婚 老人脑海里 所有的 人 事 故事 生命中最温暖的瞬间 谢谢 谢谢我们的挑战助理 谢谢 爷爷愿不愿意 再给我们讲讲 其他的一些故事 好不好 比如说 我看到了一个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这个故事是 有一段时间 天气不好 有些就到 公共社交站 走哪一路线 都去不住了 但是我儿子的 一位红学 看到我 就在公共社交站 他呆 他就打电话 给我儿子 我儿子 就 把我带回家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他说出去买点东西 马上就回来 其实按我们那个路程 大概五六分钟就回来了 结果我们等啊 等了好几十分钟 他都没有回来 那时候我就在想 天啊 我该上哪去找啊 该怎么办的时候呢 等了几分钟以后 我爸就回来了 他说呢 我出去都走这么久的路了 居然不记得怎么回来了 从那以后呢 我就怕他 万一真的出去丢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给他 做了一张特殊的卡 上面写了我们家里人的 名字 电话和地址 大家知不知道 阿尔兹海默症 到2020年 预计这个数字 将突破六百万 六百万的老人 涉及到多少家庭 有多少子女 会体验到你的那种 绝望的心情 所以你们今天也可以说 给他们带去的一些希望 谢谢吴老 谢谢吴燕 谢谢 其实今天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道具墙 是准备了整整 一百张照片啊 是老人这一生的 很多宝贵时刻的记录 我建议我们是不是 把这些照片都翻过来 让大家也感受一下 几十年的历程 到一个人老了之后 什么是最宝贵的 记忆是最宝贵的 我看到很多都是和家人的 我的孩子 外甥 外孙 成为了这一辈子的 最最温暖的一部分的回忆 有全家福的照片吗 这里 有 在哪里 这个 奥全家福 这个是我们1979年拍的 旁边这个是五岁的我 这个呢是七岁的我哥哥 中间这个是我爸 但我没有看到他夫人的照片 妈妈呢 妈妈当时已经去世了吗 对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不到妈妈的照片 有 也有 这张照片呢叫做唯一 老爷子 这张照片你还记得吗 这张照片 威力相片 我十几 四四号 我在乡纸里找到的 这是一张威力照片 因为我们季婚的时候 没有拍季婚照 我和我十几 最后的八年 后来还先试试了 所以我挺欢迎 所以要这张照片来 谢谢 我妈妈是在我四岁的时候去世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呢 都是她带着我们一直到我们上学 你失去了你的气质 你的一生抚养了 两个小孩长大 看到我很感动 我想你的小孩 会永远感激你的 吴爷爷 天难过 我们来看看最幸福的时刻怎么样 开心一下 我刚才有看到这张照片 最幸福的时刻是 2014年 他叫的 照片上 我和我女儿 儿子 儿子父和兄弟五个人 我从小母亲就吃事了 29岁 父亲又四岁 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了以后 七级又四岁 但是这些辛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家儿子 儿子父女儿 非常受伤 所以我感到很幸福 今天家庭的其他几位 来了吗 我的哥哥嫂子和我的侄儿也过来了 赶紧上来吧 来 哎呦 儿子 孙子 媳妇 我是 吴爷爷的儿子 我叫 吴德斌 我是吴爷爷的儿子父 我叫杨一妹 我是吴爷爷的孙子 我叫吴承俊 今天多大了 八岁 八岁了 跟爷爷很亲的样子 对啊 今天我在后台 我听到他说的那些话 一下子很多东西都上来了 我也是忍不住了 非常感谢我们的 主张电视台的 《挑战不可能》的栏目组 给我老爸还有给我家人 在舞台团聚的机会 我想呢 这也许是我 还有我的家人 在生命之中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很有意义的很幸福的一个时刻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留下一张全家福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对对对 来 准备 准备 三 二 这个相片里面呢 记录了我爸的一生 最近这几年 我看到他这个背也勾楼了 耳朵也听不到了 牙齿也掉光了 我就跟我爸说 爸 你能不能活到一百岁 让我慢慢孝顺你 我爸说我真许活到九十岁吧 他说 如果我能过得了这个冬天 我还能再活一年 到冬天的时候呢 血管萎缩了以后呢 很有可能 会有危险 我就在想 如果我爸能长命百岁多好 但是我知道 这是我美好的心愿 又有几个人真的能活到一百岁呢 最近这几年里面呢 我就会真的懂得 去好好陪伴他 每次在电梯里面 看到别人 爸爸牵着小女孩的手 我就跟他说 你看小时候 你就是这么牵着我的 他会说 现在你这么牵着我 所以我就感觉到 小时候他陪伴我长大 现在老了以后 我陪伴他变老 我觉得这是我学会了 怎么样去孝顺 每一个人都将老去 每一个人都将会有一天 要面对疾病 面对虚弱 甚至面对离开 怎么样把人生的 最后一段路走好 你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子女们也给了我们 很多的感动 让老人能够带着 最宝贵的记忆 最快乐的记忆 生活 即便衰老 也不能剥夺尊严的活着 我们有请吴光仁爷爷 带着全家 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恭喜 恭喜 爱你青春寰常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 嫁衣活着心 只有一个人 爱你虔诚的灵魂 爱你苍老的脸上 更终了